好,又回到了我们熟悉的地方 希望能够有个好位子 我准备去给我们的大白充充电 因为连续的阴雨天 大白电其实还有 但是想让它满着 哎呦,我们把车停到这边 我还得再靠前一点点 这车还是长了一点 伸出来一大截 然后半仙呢,停到这个位置 让我们可以形成一个小院落 可以再过来一点点 可以再过来一点点 其实我们门不需要隔太大 对,挨着就可以 打盘子 好,对支到 对 龙哥,龙哥在干啥?龙哥 又开始充电了 要快掉了 是,感觉要掉了 应该必须得爬上去给它揪下来 给它插上 对,要么去给它插上 不然要掉了 龙哥,你这个得上去给它拔了 要么就插上 要彻底快掉了 天线啊 已经快掉了 再跑再跑 可能会掉下来 要跳了吧 你帮我从我侧门再哪里的天线去 啊,这个 这是副驾的 副驾啊 这是啥天线 这么大根天线 能穿出多远 穿的容易 算什么 来,叫我接着一下 哈哈哈 卡着了 扶一下 这个 这个 对 你踩那个地方 慢点啊 不用 他给你抓着 我也抓着 你踩完 直观踩 没事 我知道 你搞错了 对 对,这只脚踩这 嗯 好,也行 懒得放梯子 卡了 卡着了 这这么玩意 啥也没我 你 这完全没有鸡团料吧 这是一个铜管 对 就一个铜管 搞得挺高大上 显得很粗 哈哈哈 结果很细 哈哈哈 外边看着 来之后呢 先 给狗狗遛一遛 这个 浪浪 没拉屎 在那边 雨下太大了 其实这个地方 这一块就比较好 这一块 淋不到雨 很舒服的 六狗小分队 哇 这个 这蚯蚓好大呀 哈哈哈 这个蚯蚓真的是 钓鱼很爽吗 哈哈哈 钓米跳 哈哈哈 我们遛狗小盆队 开始出发 三个人 四条狗 约东挺累 一个人遛两条 他们四个在一起玩的呀 浑身剩下都湿了你看 我们在干的地方遛他们都还弄湿了 好 现在回去了 小盆队 你看小盆队满脸的 叫什么 啊 惊恐 哈哈哈 因为我们又要出去了 他知道我们要出去了 车里边就只有他一个人 然后给他把粮食 把水给他弄满了 我们现在出去吃饭去 我们现在一行人 坐着 滴滴 去吃烧麦去 如果找了一家百年老之后的烧麦 据说特别好吃 它是正经烧麦 是肉的正经烧麦 就是这边了 不是老花面 不是啵啵鸡 不是羊肉粉 是旁边的 宝华园 百年老子后烧麦 你看 百年老烧麦店 四川老子后 就他们家 还在包呢 他们家就是正经的烧麦 你看 是 纯肉的 可以 就是你们那的那种包法 来看看我们的烧麦 到了 这个感觉还不错 就是比那个 他们内蒙的要小一点 我迫不及待的尝一个 尝一个 尝一个 它这直接有这个 油辣椒蘸水 尝一下 尝一下 会不会烫 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 小菇的部分 麻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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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 麻辣 嗯 我这两个是银馅 这是麻辣的 哦 我这两个是银馅 这是麻辣的 哦 果然好烫 太烫了 太烫了 小心点 哈哈好烫 只要你嘴冻的够快 就不会烫到 哈哈哈哈 我们吃烧麦的隔壁 有一家甜皮鸭 他们家甜皮鸭 就是这边 乐山 数一数二好吃的甜皮鸭 啊 王浩尔 季六辆 啊 啊 旁边有黄鸡肉 啊 黄鸡肉 但是刚才那个师父说别吃了 别吃了 脖脖鸡不太好 这边要排队啊 现在排队买 甜皮鸭 跟着这个本地人是绝对不会有错的 你看 这边排那么多 这边就稀稀拉拉几个人了 挨在一起的 两家店 差距就这么大 哦 排了多久 排了多久啊 乐龙打电话过来了 说我们的粉变成两碗了 一碗变两碗了 看看我们的粉已经变成这个样子了 但是他们这儿的东西真的是好小碗 我说贵阳的东西已经是很小碗了 我就是去了北方回去有点吃不惯 现在来到乐山感觉到真的是 更小 感觉这是给小朋友吃的嘛 明显就是 来吧尝一尝 我先搞一个这个牛肉的 嗯 就是我买的这一只71 然后听说也就是70多块钱了 我说 是不是 是不是 我先买了这多点 去吃 嗯 来吧 来吃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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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一个这个 油炸的 这个他们回来了 出去带回来了 甜蹄啊 好蹄 这个鸭吃得好 倒也吃得 是个拔腿 嗯 嗯 嗯 这个锅盔好吃 不错 锅盔 那也不锅 锅贴吧 锅贴 锅贴 锅盔 哈哈 好吃吗 这个 是不是要比那家好吃 我看到 关键他那个对牌的有点让人感觉到 太可怕了 好多人 嗯 我本来说可以吃 吃饱了 喝足了 打完收工 他们家这个甜蹄鸭确实是好吃 甜糯甜糯的 嗯 但是我们家糖料变成太多了 所以就不买了 现在陪月龙去 他给他妈妈买一只甜蹄鸭寄过去 天哪 这个队排了 现在已经到马路上去了 哈哈 不过他们家的这个甜蹄鸭确实挺好吃的 我们现在去准备去看电影 感觉进了个黑影院 怎么是不行呢 你看 华联国际影城 上五楼 我天 哈哈 太吓人了 这才二楼 这墙逼着我们减肥是吧 越走越黑你看 现在我们终于是爬上来了 华联国际影城 对 不知道这个休息区在哪 住场了 看这个座位还可以啊 这座位是电动的 这边有个按键 一按了之后 这个腿就开始 沉起来了 哇 变形 我靠下去了 哇 躺着看 真舒服 电影开始了 感觉还是挺震撼的 好不好看一会再告诉大家 我们看的 这部电影叫 哎叫啥 我们看的电影 信条 啊叫信条 我们现在看完这这场电影了 这是一个 特别容易让人睡着的电影 中途睡了两觉 起来看完了 然后最终是 没有看懂 好回去了 现在陪半仙呢 我们 到这个小米店这边来看看 他准备买一个手台 那个手台不太好用 准备买一个小米的 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这边是王府井百货 这家小米店正在装修 然后没有货 啊我们就从这直接回家吧 因为这离我们注册的地方很近 也属于是顺路的 自己往下冲 小盒子 来我们家浪浪也守在 守在窗边了 等着我呢 浪浪 一会去回成都准备 带浪浪去那个 带浪浪去洗澡 差不多得得洗个澡了 再修个毛吧 这个这是啥 这是啥 这是啥 垃圾 这是垃圾 哈哈哈 你好烦哦 哈哈 我就问一下 鞋就脱下面嘛 脱下 放鞋也放不下 今天吃饭呢 在半仙车上叫了外卖 好 月龙已经说了 我就不说了 哈哈 叫了外卖 在半仙车上 外边不好吃桌子 半仙的车大 来看看我们今天晚餐 吃的是兔子面啊 吐肉面 然后在半仙的房车里边 哇 然后还看着电视啊 感觉真棒 来了 我们吃完饭 然后半仙把上次金姐给我们的西瓜切了 然后肉哥丢垃圾回来了 快嘞来吃吧 这边确实有点热 然后也不是热 今天其实不热 但是我们吃的比较热 坐到这个空调正下方 正好可以吃空调 然后和半仙我们两个人 准备在这儿玩一下王者农药 然后肉走他们再看动画片 房车大了就是好 以后我估计还是会买一个扩展 以后我估计还是会买一个扩展 以后我估计还是会买一个扩展